在上課之前 麻煩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機 有沒有關機或關靜音 你的手機啊 這節課由我們徐格林、徐老師所帶來的台灣史解碼 我們以熱力的掌聲歡迎徐老師 謝謝 剛才看到大家打在桌上累得熱天上課最累 我講一個輕鬆的 我是藝術家 你們有朋友是藝術家嗎 手機手機手機 一定要關機 絕對要關機 你們有一天 國內要想什麼 高級班對不對 當官員 從我們平常上課的規矩開始做起 學會尊重別人 什麼是公領域 什麼是私領域 都要混合清楚 公領域就是大家做一些使用的空間 你的手機不要影響到別人 像你去日本 你很少看人家在 車站裡面說手機 吵到人家 餐廳也沒有這樣子 也沒有讓小孩子這樣死軟造 插到別人 但這現象在台灣都看得到 亂七八糟 公司不分 比如說在公領域裡面跳土豐舞 那是對嗎 不對嗎 放音樂跳土豐舞對不對 不對 我們都是以為吸以為常 想說 大家都可以用的 我就放音樂 為什麼不能抽菸 為什麼不能補分 因為這個空氣是大家在吸的 如果補分 等於逼人家要去吸 同樣的這塊空氣 那是公領域大家在分享的空間 你不能去佔有 一樣音樂 空間也是 你看那夜市就是這樣 請你去減一圍 就要做生理了 教律說就是要使用者付費 對不對 你使用到公領域的地方 你就要付出代價 或者你用大自然大家在使用的地方 開採殺死 那是大自然的 是所有人享受的 你不能說 我這把圍起來 我把圍起來 就要賣錢了 你的成本在哪裡 你是用所有台灣人的成本 不是 公司都要混入情緒 台灣人這些都淋掉了 我不講這個 我是藝術家 我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因為去美國讀藝術的人太久了 我去念了一個學校 大部分是理工科的 你知道藝術系都會做 有一堂課是什麼 叫做人體素描 對不對 畫人體 什麼叫人體素描 大家知道 不知道要走手 我解釋了 人體素描就 成本不穿衣給你畫 請模特兒 不是一般人 模特兒專門 衣服脫光給你畫 我在那邊念書的時候 其他理工的同學 男生就跑來問說 聽說你念藝術系 我說對啊 聽說你們有人體素描課 我說對啊 請問禮拜幾上課 我說這跟你什麼關係 我禮拜幾上課 這關你什麼事情 但是我還是回答他 禮拜三下午兩點 你就知道知道就走掉了 我禮拜三下午上課的時候 晚到請儘快就座 禮拜三下午上課的時候 我坐圍住在 我人坐這裡 模特兒在這邊 那邊就是門口 我們老師比較小心一點 就把那個入口處的那個玻璃 用那個布紙海報把它搭搭起來 所以人家走過去才不會這樣 有點尷尬嘛 就貼起來 結果我就開始畫 畫差不多十分鐘以後 我就圓圓這樣 我眼睛不錯了 我就看著那個 那個布納角 那個海報就叫它掀開 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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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後再問一個人 掀開 再蓋下去 我說啊 我就知道是誰人在掀開 就是我那些同學 你知道為什麼 照理說 你們掀開 要看就看久一點 哪有看那麼快的 原因是什麼 那天我們的模特兒 是一個長了兩百公分 兩百公斤重 兩百公斤高的 美式足球員 男生雄壯威武 聽不懂 你們是有笑起來嗎 他們去嚇到了 他本來期望 我相信 他們走路上有宿舍 走到我的教室 中間一定在很多的期待 對不對 今天如果看到美女 就揚眼對不對 一邊走一邊討論搞不好 最後大家輪流看的時候 對 把眼睛閃到 掃興 掃興 對 說得很好 掃興 怎麼看得到這種 也很想回去洗 台灣人一樣 你過期都期望 選舉可以讓你改變什麼 你好多的期望 把你的期望都放在上面 算出來結果是什麼 竟然你一條 賺錢 不然不然來給你求 對不對 政治人物到最後都變形了 要選舉可以讓你一圖 選舉之後做的事情又另外一圖 你都帶著期望 你這些選民都帶著期望 現在知道 不可以再去選 對不對 那不是我們的叫 那叫不是我們的 去選就是 說到這個 我以前再說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大圓牆 對不對 大圓牆 就是 打圓牆 像我說大圓牆 就是 旁邊放一台的 竹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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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這次十塊 你都帶著那 打開幾分就是幾條的圓牆 看 沒關係沒有那麼複雜 我現在是在說 那是台灣人很聰明的地方 一台腳踏車 上面就有Casino 還有獎品附贈 獎品是什麼 還有吸引人家的廣告 廣告是什麼 拼圓牆 拼得香噴噴噴 還用花絲 把你搖一搖一搖 那味都散到 你拼那味就走來 對不對 很想吃 老闆再說 這沒在賣 你才拼 就要拼 拼這個竹仔才有錢吃 對不對 你就要拼那十塊 十塊下去 不一定會拿圓牆 人家吃 兩百分以下 還是兩百分以下 幾條 但是你如果去拼那時候 他上面 竹仔台上面都放一條 拼了 拼幾分 幾條圓牆 遊戲規則先講好 對不對 你十塊就拼下去 你拼不圓牆那時候 要怎樣 你知道嗎 你就要走 跟老闆說 那兩百分之下 一條都沒有 要把你拼倒 對不對 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你一定 十塊放下去 表示說我要跟你玩 你一定進入他的遊戲規則 你就不能怎樣 說 你這個圓牆肉 是鳥獅肉做的 不可以因為這樣 惱羞成怒 現在這次去抗議 也是一樣 誰叫你去選中華民國總統 選完之後 你再跟他鬧 你如果要鬧在體制內 你再花十塊去拼 比較高分 你不是說出來 要跟別人拚 不然你整期就不要去玩 所以我們現在 給台灣人說 不要去玩 不要讓那個圓牆味 吸引去 對不對 對不對 台灣人就是傻了 去玩 好 我不要講那麼多 看這個 頭一張 看不懂的人請拼手 看得懂請舉手 先不要去讀這個 你要看得懂就好 這是什麼東西 看不懂 看不懂的舉手 看不懂 看不懂 我只問看不懂 看得懂我就不打 看不懂的舉手 我現在問看得懂的人 看不懂的人 我請問你 看不懂這一二三四五個小姐 都是小姐 他們以為這樣比較誠實 錯了 請問你 這上面是在畫飛機大砲 請 是嗎 是不是畫飛機大砲 來 看不懂剛才舉手的 是不是畫飛機大砲 是不是 沒有回應 是不是 你只要回答是不是 這是飛機大砲 不是 那你就看得懂 那他是畫男生嗎 你看又知道是女生 你告訴我你看不懂 他是畫動物還是畫人 人 有幾個人 是 那你就完全看得懂 不要跟我講看不懂 絕對看得懂 只是你看的東西 跟你期待那個不一樣 對不對 跟你預期人應該生做什麼 你過去都一個系統 現在另外一個系統給你看 你就看不懂 但是這是1907年的皮卡索畫 一百多年前的畫 你居然看不懂 表示什麼 你的藝術欣賞的能力 停留在過去一百多年前 你只能在印象派時期 去看賽桑或什麼東西的畫 你看不了這個的皮卡索畫 看不懂 是不是 對嗎 沒有錯 大家好像就 下一張 你們看得懂 是這個 這是17多少年的 三百年前你就看不懂 一百多年前你就看不懂 所以你藝術欣賞 就推到這邊 再下一張 好了 就給你看 這個是抽象 怎麼看這個 它叫立體畫派 還不是抽象 它是寫實 但是它是立體畫派 因為寫實你 多少看有 我要說一個簡單的你就看有 杯子 只是這樣而已 杯子 你們畫個杯子 是不是每次都這樣畫 這樣是不是杯子 這樣也是啊 這樣放也是杯子 這樣放也是杯子 就到不同角度去看 同一個杯子 對不對 你要畫我這個人 感覺這樣畫而已 我這樣刷不可以 這樣畫不可以 對這裡畫不可以 都可以 你觀點改變一瞬 你就產生這種度 對不對 同樣一個人 但是你從不同角度去看的時候 每個角度都把它放在一起 都產生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要看 如果這個角度更多一瞬 就變成這樣了 這個是少數幾個角度 橘子對這裡看 橘子對這裡看 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個角度更多 那時候就變成這樣 你就飛走了 對不對 角度很多的時候 所以這過程當中做了什麼變化 這叫做單點寫真 單視點就是一個觀點 這樣看 這樣看 這樣看你而已 叫單點 但是我如果又走到這邊看 又走到這邊看的時候 上上下下看的時候 就開始變成這樣 到最後是什麼 Qubicum 就是多視角的立體 不一樣角度看一件事情 就會產生這個 這樣知道嗎 可以看嗎 你們現在已經進步了 比大部分人還要進步 不同觀點 來下一個 這是什麼 我跟你講 每一個畫 雖然 我們再回上一張 我可能錯過一些 不管你是在這裡還是在這裡 它一定要從頭到尾都是一個 一樣的觀點 對不對 我給的英文名字叫做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 它的觀點必須要一致 一照畫都會這樣 你別這樣一下就跳立體畫畫 又跳回寫實 知道意思嗎 你在這個立體裡面 不能突然冒出個寫實 很奇怪 你要這麼多角度的時候 來一個只有兩個角度 又不行 所以下一張就會產生 來下一張 你看 這張開始寫實 這又立體 這又多角度 都爛塑毀了 就毀了 對不對 要給我看 好 下一張 我重點是在講這個 Law Law是什麼東西 這不是法律 這Law叫做法則 法則 就是放諸宇宙皆準的原則 就是關鍵 比如說萬有引力 我不管在哪個星球都一樣 只要在這個宇宙裡面 都是個系統 它不會說 只有在地球 用另外一個引力 另外一個地方 這宇宙就亂了 這叫做持續性 持續性包括我講 就是一個系統裡面 不含矛盾 比如說 我這個人我穿衣服 我如果有一隻腳 左邊穿這個鞋 另外一隻腳穿高跟鞋 我是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奇怪 有點特別 不同系統 沉滄回去 你就麻煩了 這個人怪怪的 對不對 一個正常的系統 應該一致 對不對 一致性是大自然的特性 人在設計法律的時候 會去學這個大自然的特性 放在他的法律裡面 人在製造規範法律的時候 我講一個比較簡單 就是你一個村落裡面 你若是越高位的人 比如說你是村長還是長老 你做事情一定是對每一個人都一樣 你不會說我這個人在討論 這樣很快就被人抓下來 你這個人沒說白 你做事情沒有一致 做事情沒有一視同仁 你的標準一直在換 所以你越是在上面的人 你的標準要一視同仁 我們就是利用美國的這點 因為你現在老大 你在世界上當老大 你要用什麼規範來規範 剩下這些國家 你一定有一套標準 你越大越要注意自己有沒有一致 行為就是判斷標準 然後這邊是針對行為的部分 這邊是這樣 針對人的個性 就是你表裡有沒有一致 你說的跟你心裡面想的是一致 英文叫做Integrity 就是這個人是不是有Integrity 那他的相反詞是什麼 就是不誠實的意思 那外國人跟人說 你這個人沒有Integrity 很嚴重 就說基本上說你這個人不誠實 你就失去你的信用了 你就破產了 就沒有人在相信你了 這樣我慢慢講 所以美國是一個有國格的國家 所以他做的事情會一致 那他又是三權分立的國家 所以司法院判的結果 行政部門會遵守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才有民進府的成立 我們也是因為靠著美國的 怎麼樣 Consistency 外國政策 外交政策 我們今天才可以這樣 我們就是因為 美國對於法律的尊重 我們才有今天 因為美國憲法裡面規定 條約的位階跟憲法等同 一樣重要 總統要遵守 所以我們告公 你究竟我們合約怎麼不去遵守 你怎麼可以用台灣關係法 想不去取代 所以你把它告 美國說對 不好意思 為什麼 就這麼簡單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一個放諸四海接準的標準 就叫國際法 每個國家都一遵守 你不能不同標準 你不能說台灣就用另外一套 不能因為你是占領者 你占領者 你占領者你隨便你黑白目 不可以 所以美國會去接這個 但是你沒有告訴我 你自己就不知道 他為什麼要理你 但是你一旦講的時候 他就定了 他就要做這個抉擇 就是這樣 這樣知道了 好 現在下一個 今天不要講太多 剛才我們看到 你的觀點 我已經給你們一個新的觀點 你的觀點改變的時候 你看的世界已經變了 當你的觀點改變 你的世界就改變 假期你小時候你的世界很小 對不對 只有家裡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這樣而已 頂多幼稚園 後來到幼稚園就 世界變大了 他走一條街到幼稚園去 再來就整個村子 再來如果說 台中還是台南還是台北 就來台北 世界更大 大學畢業的時候出國念書 那個就是全世界 對不對 你的觀點改變了 知道嗎 觀點改變 台灣人現在就是 過期叫做紅條條的 不要讓你知道外面世界 我不講太多 再下一個 這個會有什麼 會震動嗎 有在震動嗎 OK 樓上有人 樓上有人走路 OK 請他不要走路 OK 這樣會看嗎 過期的台灣是部落的形式 後來那時候台灣當地的 我們在這裡幾萬年了 過期是部落 部落就是tribe 住在這裡沒有一個國家 就是部落 後來有個大杜王國 後來西班牙、荷蘭、日本 都來台灣 來探索這個地方 在這裡起床住在這裡 後來清朝這時候就想進來 他也要進來 大清帝國的體系 他要進來 但是台灣還是當作什麼 就是殖民地 或者是開拓的地方 拓殖地 還不是殖民地 殖民地是由於企圖給人民 放在那邊殖民在那個地方 他用什麼方法 姓氏、語言、宗教教育 這次 清朝的人沒有那個 不是帝國 所以他用的是古老的方法 就是開神、開廟、 求稅、貪污 就是這幾個方法來關台灣 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 好像什麼 北部祖跟大祖的人 他想說什麼 把你信聖 是說我帶你北部祖的女婦 我說你帶我聖 對吧 要不然你拜我的神 我們現在拜的 你說的那些都是中國神 不只是本土 脫散的 沒有 以前我們是兵部族 跟高山祖 對吧 這是外來的宗教 跟印度是有印度來的 佛教有印度來的一樣 不是台灣本土的宗教 對吧 宗教那另外一回事 先不講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叫做暫時性的系統轉換 temporary shift 暫時性的 為了要統治 是不是 再來 大日本帝國 因為清朝後來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把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 這都知道 到現在這個階段 應該都知道 日本這個系統就進來了 他是怎麼樣 名正言順的進來 為什麼 你有割讓給我 有條約 是我的 現在就比他的 他的 他還要永遠把它變成他 的時候 都在做什麼事情 建構台灣的租款 過去有一部分 偷偷給亂刮的 就是骨骰座這塊 清條 像 大清帝國只有左半邊一部分 右半邊還不是他的 結果他連隔壁房子也 做一些刮給別人 日本看到就怕了一個 要怎麼樣 美國人說他不是國家形式 所以部落 所以政府就好 所以日本人用十年的時間 把整個台灣建構 第一次建構台灣人的主管 主管之後是什麼 給你語言文化 對吧 慢慢教育 這個叫做永久性的系統感 為什麼變成永久性 因為變成他領土 當1945年4月1號 天皇頒發造出一堆 你就正視是他的領土 他可以正視對這個土地的人 你就變成他的市民 對不對 你當兵是合法的 你的效忠對象就是日本天皇 就叫permanent change 但是 這個沒有多少年之後 發生一件事情 戰敗 大日本帝國戰敗 所以怎麼樣 這裡說美國的系統要進來 對不對 我們輸到什麼人 不是中國 我們輸到美國 對不對 盟軍 美國是主要佔領學國 教理說他就要一次 親自戰領 可是他派了另外一個系統 什麼系統 中華民國流亡系統 那不是現在的中國系統 是中國被中國打敗的系統 那是古老的系統 最近有一個中國年輕人來台灣說 原來中國以前的將綱文化 都被台灣保存了 難怪啊 我們現在平時他們以前沒有平衡 文化大革命 他知道這對中國很壞 所以就把他斬草除根 除嗜救 都毀掉 結果這個人們走來台灣 把以前的土 他們沒有的東西 放在台灣人的生活 讓台灣人想說自己是中國人 帶他們去做 就是這套系統 他就一開始改台灣人的語言 不准你說台語 不准你說日本話 對不對 只能講所謂的北京話 議員把你改之後 所有你過期都不算了 有人說台灣人的講話到旁邊 有什麼 沒有啊 不然你用台灣話給我講 看看 那不是 那是因為國外擁有北京議 所以我們去北部那一台 去日本 投一本 投一議的 跟你變得出去了 因為語言把你改掉 語言改之後 你所有的資訊 教育也幫你改 什麼都幫你改 對不對 要進入他的系統 美國 放這堂人幫你 糟蹋了 他的糟蹋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過去台日本帝國 已經有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很強 強到一個地步怎麼樣 威脅到美國的存在 所以才打了一仗 能夠跟美國打仗 打到他本土 只有日本而已 我們台日本帝國的人而已 因為太強 所以他希望怎麼樣 我如果打敗你以後 我希望你不發揮作用 不能再給你合作 還得了 有一天又起起來 就危險了對不對 所以他想辦法 要毀掉大日本帝國的系統 台灣是一堆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就對不對 國人 這末流的系統 人都沒有的系統 跑來台灣給你祈福 那時候台灣人 教育水準很高 中國人不是 日晚就跟你 糟蹋了對不對 結果台灣人盡量相信 所以我們現在是怎樣 把這個系統換得回去 說美國 你既然佔領我 你親自來占領 你就用你比較高級的系統進來 你為什麼要叫這個低級的系統 把我們造談 對不對 你叫整個來 你是主要佔領全國 你不能把我 叫我去倒兵 你不能改我的議員 你不能叫你們去給你的教育 想說他跟台灣人 想說是中國人 你不能叫我們去拜你的遺像 國父跟什麼 孫中山遺像 你不能 你不能叫我去手 你的國歌 我不是你們人 我是日本人 為什麼變這樣 對吧 所以他們違反戰爭法 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現在全部 一個一個撤銷 對不對 下一個 這樣看 以前是FOMOSA系統 部落形勢 太小系統間不相干 大日本帝國一拜之後 帝國擴張系統一拜 再來是美利堅合眾國系統 破壞先前系統 使之不發生作用 再來 他叫支那國系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系統 跟中華民國系統 他使用這個系統一拜 系統對內部的話 它的對象是 內部被統治人民 思想上以特定的史觀 掌控歷史解釋權 維繫他的統治資格 你知道嗎 系統外部對象其他系統 怎麼證明 現在這個中華民國流行系統 是暫時的 而且出去都沒效 為什麼 很簡單 這個系統 是企圖在不屬於他的領土 不是相對的 領土上面從事破壞 為了建構對他自己有利的虛構系統 如何證明 一旦出了台灣 國際組織 國旗國號都不管用 沒有人承認你 你只能在這系統 在台灣界裡管你 出去都沒效 你的護照也沒用 你國旗也不敢拿出去 都沒有 沒人給你信任 就這麼簡單 來下一張 OK 這叫Perception Perception就是 你怎麼認知這個世界 Perception 你怎麼認知這個世界 這些是大家都一樣 普世接準的觀點 比如說什麼叫公平 什麼叫爭議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專制都一樣 不會因為它是非洲的 大家對公平的標準 就不一樣 很奇怪 所有的人類 對公平的觀點都一樣 不是你的東西 你把他拿去 不管非洲人受過教育 沒受過教都一樣 這叫普世接準的標準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認知的系統 是在政治組織底下 OK 這樣的認知系統是 後天的 放在你身體上面 跟你說你是什麼人 你受到什麼人 他為什麼 待會我會講 為了生存的戰爭 我這個奈克風好像都有回音 是不是 有回音嗎 可以降低回音嗎 OK 我不講太多了 下一個 你只要在這個系統裡面 不管 我剛才不是講說 不同的觀點進來 都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對不對 但是你一旦選擇其中一個系統 事情只有一樣 每個人觀點不同 對不對 但是你決定了誰的觀點移動 你在這觀點裡面 你就找不到 我再講一個概念好了 我今天講的是台灣史 解碼 歷史跟什麼有關係 跟觀點有關係 你一旦是寫成文章 給它下作歷史 它就有一個角度去看 那個叫做史觀 歷史的觀點 你知道嗎 我現在是針對史觀 台灣人 因為過去用這個系統 給你套組 所以想辦法解釋 讓你們走出來 從這個史觀走出來 告訴我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觀點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對不對 在北美的印第安人 有印第安人觀點 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結果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不一定 不一定 印第安人 有一個觀點 女生的觀點 女生的觀點 結婚之後怎麼辦 不同觀點進來 在一個婚姻底下 男生說 我們家吃飯 大家到期才可以吃飯 女生說 沒有啊 我們家做生理 誰人先來先吃 這樣就可以吵架 因為帶著不同的觀點進來 男生帶著男生女生進來 強奉 如果能夠磨合成新的觀點的話 繼續走下去 磨合不了 分開了 對吧 所以最後怎麼樣 誰愛誰多 誰就讓多一點 對不對 就按照對方的觀點 好 好 大家吃菜 誰來吃 對不對 你就犧牲你的觀點 配合對方的觀點 這觀點有衝突的 就強奉那時候 就要看誰人更強 不然就比較強 比較強勢的 比較強勢的觀點 白人就那麼多 你待會兒又要怎樣 不然你跟他相打 還打不贏 你會被他消滅 對不對 這很現實喔 台灣人過去也是 我本來日本人 為什麼剛才這頓 土匪 中國人走來這裡 跟我們這樣 那時候台灣人也可能 你無違法 因為他穿啊 他跟日子敗跟你抬 你要怎樣 好 我是中國人 那不是 但是骨子裡到家裡 說我是日本人 為什麼要說你中國的 瞭解了嗎 現在是系統在轉換 台灣人一直在經歷 不同的系統 這樣子進進出出 因為你是弱勢嘛 你俗世嘛 你才多少人 人有穿 他有補給 台灣人要給他發生 中國人有補給 所以很多年輕人說 老師你說的做不好 我說怎麼會不一樣 史關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搞清楚喔 搞清楚喔 下一個 這句話我會重複再講 什麼是他們流亡政府 支那史關 我現在簡單的講 因為史關裡面是帶著什麼 當然我們所有的史關 觀點都帶著有些元素 它的元素是什麼 就是什麼 always tend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sin就是什麼 罪 但是他要掩蓋什麼 是crime 他的犯罪行為 比如說 過去有一個 教授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 台詩十幾萬人 沒算什麼 他這樣說 你知道嗎 有人這樣說 你覺得他講話對了嗎 當然不對 但是 他認為對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中國人 他用中國人的觀點套在你的身上 你如果認同 他覺得他這個 你就變成中國人去了 你的立場跟我們台灣人的立場不一樣 我們是被殺的啊 我們是日本人啊 而且 對台灣人來說 日本時代跟我們關那時候 小命名 你是誰人生生誰人 都在火口名寶寶 就記得很清楚 中國人太多 現在死多少人 沒什麼感覺 你說 世萬民如草戒 對吧 這都他們說的 對吧 一將功成 萬古窟 都要死多少人 才能變成獎 瞭解嗎 這是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文化 還在慶菜台人啊 你走來台人 對台灣人這樣 台灣人才沒多少 是會蓋在台的嗎 所以我們對日本人 都秀明明 我們都關心每一個人 像在日本的時候 你把他關他十天 就要放你出來 不能把他關下去 那才是叫做對臣民的照顧方式 那種的人民才有信心 對這個政府 對這個天空才有信心 不會這樣跟他們走開 中國就改朝換代 殺人是稀聰平常 因為他們是部落 他們這很多族的嘛 互相抬在台上 了解嗎 還有一個motivs 他要把你設計 你看 跟台灣最重要的關係是什麼 什麼 下官條約跟究竟我們合約 對不對 跟台灣這個土地主人有關係 就這兩個條約嘛 存在都不是 但他偏偏不要說這個 他要說什麼 開羅宣言 要打密約 剛剛要說那個 不好意思 如果這些密約宣言都放到那麼重要的程度 請問你要把這些 五十幾個國家簽的合約 也要放在多高的位置 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真正是人家簽約 就有條約才能真正割讓的土地 但是他就不會說 所以他現在的史關就條約 他不會跟你說這塊 所以他目的是什麼 讓你條約不知道這件事 他再借機下一步是要跟你吃掉 對不對 還有第一個 self-interest是什麼 跟他自己個人的利益有關 什麼利益 他不要想說中國要把你打 這也是給你一個新的史關 你是中國人 那邊的中國人要把你打 所以你要去買武器 你就要去做兵 對不對 那馬上拿到錢 馬上收回扩 他真的要打嗎 從來沒打過 中國再怎麼打都打金門馬祖 那是中華民國留皇政府的土地 台灣跟澎湖他們不要打了 不敢打 因為美國禁止 但是他就去騙台灣人 想說我們要去買武器 保護我們 幾顆火鍋對著台灣 跟我們什麼關係 你加打好大來 另外是美國在保護 不是中華民國這場兵 那兵可以做什麼 沒辦法打 是美國第七艦隊在那邊循環 每天在那邊循環在保護 台獨代表戰爭 什麼人要去打 美國也要去打 不是中國要去打 他才不會打 還要去侵略台灣 但是你台灣人被我們騙了 就是這樣 史關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我再講一次 史關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什麼立場 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立場要騙對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什麼 要去投票嗎 選擇會採取行為 因為你們如果是認為自己中國人接下去 他就會產生跟你不相干的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這是聯修耍來的 所以我要走到最前面 史關把你們創好清楚 先拉回去正確的史關 下一個 你看 中國人最愛什麼 中國自古以來台灣是他的 對不對 這個歷史史關 他去編故事 親在一起講 但是這是國際法 所有國家共同的觀點 對嗎 比這個還要什麼 流亡史關 這是什麼 他的史關就是宣言高過條約 對嗎 這是他的史關 OK 下一個 國際間領土糾紛就是這樣 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幫助台灣人從支那系統走出來 我們現在上課台灣史解碼 就是要讓中國以前 讓你們生鬧的那一套 叫出來 怎麼幫助你 講到難聽 學位念最好 在中華民國系統裡面 越老闊子越害了 因為你真的相信那一套 你的歷史地理都背得很熟 你就用這套來挑戰 那不是很好笑 你在系統裡面被人家套牢的東西 沒辦法檢視系統外的東西 除非系統外裡面跟你說 你發生什麼事情 系統外才能去修正你 我講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以前小時候 去坐一台有輪子的 紅鞋車 對不對 你小孩子 那一陣子小學 還是幼稚園 跳到紅鞋車上面 要讓他走 對不對 要怎麼走 大家辛苦在裡面有 對不對 是不是 怎麼搖那個車子 就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在車上面 怎麼讓車子可以動 都要附近有一個人幫你掃 這就是解釋我什麼叫系統內系統外 你在系統內的話 沒辦法自己讓這個車子動 只有系統外的力量可以把你推動 了解嗎 我們台灣人都只要把系統外 走那麼多 讓我們台灣 放紅鞋車 知道嗎 來 我再說一個 還有一個故事 好了 我過去在美國 特色 我在美國十幾年 我有一次去美國中西部 一個大學層 去朋友那裡玩 去念試 當地有一個牧師 去牧師他們家吃飯 吃飯的時候看他們家客廳 後面放幾個機機 他機跟我們放的不一樣 他放什麼機 他放一個 中華民國流行難民的機 放一個美國國機 還放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機 他看他放這個三機 你就知道他的背景了 對不對 我還沒跟他說話 我看到他放三機機 我就知道他是誰人 對不對 結果果然沒錯 他就是劉蒙政府來的軍人的子弟 拿獎學金來美國讀書 他現在做老伯 有年輕人 小孩子在美國 早期就是移民 先走到美國去了 拿到博士以後 拿綠卡 當美國公民 就是這樣 結果他在裡面 他的心也又少量台灣 所以他就把機放在那裡 但是一天到晚在罵 說國民那時候李登輝做總統 他說那怎麼會是他 輪不到這種台灣人來當總統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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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住在美國 照理說應該很喜歡美國 還沒有 也罵美國 那時候他們女兒子 都回來 看這個黑人 一次 他死了 丟我們中國人的臉 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奇怪 你不是美國人 你為什麼對你自己的國家的人都不尊重 說回來台灣也罵台灣 去中國也罵中國 你到底是誰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結果我發覺他的問題出在哪裡 他一直在講老蔣時代多好多多 他活在歷史上那個點 不走出來 他的記憶停留在那個時候 以前蔣介石把他們帶在部隊來台灣 把他們照顧 他想說他是神 把他去廟 對吧 台北是一個湊頭廟 對啊 他們做神 你把它蓋一下就跳起來了 那些人就是 還活在歷史上的那個點 現在已經走到這個時代了 他們還找不出來 他們是活在歷史上 已經過去的那個點 永遠不會再回來那個點 一樣台灣人也是一樣 那些所謂的外産 其實是中國難民的後代 走到美國去討難 結果他找不出來 台灣人也走不出來 結果他把他關到西西西西 那頭腦還想到中華民國 但不是 還要走到裡面 現在時代都變了 你又是中華民國 還要升旗唱國歌 你不是笑死人 什麼時代 已經改了 現在民進府已經起來 要取代這個系統 要把它推掉了 台灣人都要趁起來 哪有死報的那個 除非一個理由 中國人所謂的外産人的後代 就是因為在蔣介石的系統裡 吃香的喝辣的 有奶便是娘 所以他懷念過去 台灣人過去因為這個 拿到好處也是一樣懷念他 就是國民黨裡的本土牌 跟民進黨 中華民國系統老掉 對他們來說有好處 他們說要放 所以下司也叫台灣人去投票 腳是用台灣人去腳 但是做的是中國人的事情 那不是 可以這樣看嗎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人叫什麼 名不正言不順 你也不是台灣人 你說的話就都崩盤了 沒有可信度 那民進府不用跟你說話一個 虛空的東西叫你去追求 我們跟你說簡單的 歷史上的事實 科學的證據 說給你聽 台灣人都可以趁起來 我把系統以外發生的事情 清清楚楚確定告訴你 對不對 講得清清楚楚 好啦 現在接下去 給你一句話 Give things their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叫做透視 你怎麼看待透視這個歷史 就要把歷史上所有事情 要有一個什麼 正確的先後順序 OK 這是邏輯 下一張 很簡單 這裡面最清楚的圖是什麼 透視看得最清楚是哪一個 左上角這個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靠近你的大 最遠的小 中間的就中間 你才看出來透視 如果三個一樣大 你就回去了 如果有些特定的點選大 你也回去了 所以過去台灣 中國人扭曲歷史 就是讓你特定的歷史變大 台灣歷史 只要你中華民國來那裡 那時候把它放大 第二也是 你翻開他們的課本就好了 教科書 翻開 正成功 在台灣什麼什麼 我等一下給你科學證據 你看這根本就不成為歷史 硬掰出來的歷史 我待會兒要講 一次講 再講一件事情 二次世界大戰 在德國有戰俘營 戰俘營在關什麼人 德國戰俘營關什麼人 什麼猶太人 那是猶太人 那是集中營 戰俘營跟集中營不同 戰俘營跟集中營不同 戰俘營是跟他修爬輸去的 集中營 集中營是叫猶太人 跟祖父跟他修爬的 種族屠殺 集中營 戰俘營就是跟他修爬的 就是盟軍 是盟軍的人 戰俘營 所以戰俘營外面都會放誰 通雄時都有警衛 騎尾兵 騎尾兵是怕什麼 怕裡面的人走出來 但是這個德國在例外 為什麼 戰俘營裡面 德國為了遵守日內瓦公約 對每個戰俘 每天至少吃三餐 不是還要點心 但是外面 柏林外面 大家修台 所以很多人都要走在裡面 去做工作 頭帶的東西出來 所以那個警衛是要什麼 要怕人頭帶的東西出來 警衛是站在那裡要做這個 所以每一個人都檢查 每一個工作人員下班的時候 袋子打開 好 空空的 下一個 袋子打開 檢查 下一個 這個裡面 剛才那個警衛跟裡面 一個工作人員 工作的人員 主席人很覺得大 這個 衛兵就跟那個說 你什麼看我什麼不知道 主席人很覺得跟你大 什麼問題你不在意 但是你奇怪 你來這裡上班後 每一天我來檢查你的地 來這裡都空空 這事有欺翹一定有問題 你跟我說什麼事情 那個小朋友說 那個朋友 小時候小時候的同伴說 我小時候跟你說 但是你不要跟人說 我不要跟人說 我說好啊 不要跟人說 你到底什麼東西 我說我到底就是蝶子 這蝶子 不是我們現在想的袋子 塑膠袋 不是的 那是行軍包 行軍包我們台灣現在賣一塊 千幾塊錢 對不對 每天你到底一塊 一個月來三十多塊錢 三萬塊 再出去買吃的 收不到 聽到嗎 每天空手進來 檢查哨一定是檢查出去 沒有檢查進來的 對不對 你就每天空手一把 帶一個桌子出去 每一天你要檢查就讓你看了 你就空空了 明明空空的就出去了 明正元素就走出去 沒事情了 對不對 台灣人也是這樣 傻傻 人叫你去看 這個警衛為什麼不去看 檢查袋子 是什麼人 長官命令 叫你去檢查袋子裡面 你就真的去注意袋子裡面 真的整盤都去用盤子也不知道 台灣人也是這樣 開票就去看 誰人動選了 查幾票 反應還要死 結果出來整盤都去用盤子 無關是選的還是被選的 都是那一條系統 那不是 那就遵守命令 因為長官命令叫他檢查袋子裡的東西 我們台灣人也接受命令 叫你去看什麼東西 不要去看什麼東西 什麼命令 媒體的命令 媒體跟你講什麼重要 你就什麼重要 什麼不重要 什麼不重要 在媒體上出現在頭版就是重要 離開頭版都不重要 對不對 那不是這樣 每天24休息 站到每一個小時跟你廣告 跑馬燈的都是跟你講這叫重要 塑化劑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蓬中劑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一個月過後就沒有這件事了 現在誰還記得一個月以前 什麼最重要 不記得了 為什麼 媒體是你的主宰 媒體叫你去想什麼 你就想什麼 媒體又在說 連那小月你就在那裡連小月 現在知道了 媒體就是你的長官 長官叫你跟你講什麼重要 你的什麼重要 來 下一個 好了 所有發生的事件 我們給它一個順序 第一個 科學證據 這是A級的 B級的 C級 D級 X級是什麼 連事實都不是 我現在只是講說 歷史上有很多 國民動物的BM故事 它根據某一份 上次有一個銅信講什麼 我告訴你 假鈔如果一看就是假的 沒有人會相信 假鈔一根是99%的真的 但是1%的錯的 照片幫你騙 照材料幫你騙 一樣 歷史 大部分都跟你講 對 可以摻一個 扭曲 所以我們要有判斷的標準 第一個 歷史接近 越上面越客觀 後來越主觀 客觀基本邏輯推論 物理性質 碳14半衰期 我講快一點 化學性質氧化 比如說你這個時代 這些人民已經開始使用 金屬的器材來煮飯 你就看這金屬器氧化程度 就可以知道它有沒有那麼久 跟你宣稱的一不一樣 碳14半衰期是因為只有有機物 所以有人說木乃伊這幾年 不好意思 用碳14測量方式就知道多少年 沒辦法隨便掰 再來生物DNA 這是最近幾年 因為它研究DNA的水準 越來越廣 檢測的速度越來越快 所以你只要棉花棒這樣刮一下 上面DNA就可以抽出來 就知道你是什麼人 醫師長有說林媽你那個 我等一下跟你說一個更大的 scope的事情 再來歷史文獻 就是比如說救濟單合約 這是簽約的 就是在這個集 歷史文獻 文字記載 那是沒有什麼主觀的 就是記載記錄 把寫人故事的是史學家 把collect的data 收到的東西做整理 推論假說就是你先建立假說 比如說這邊有恐龍 你就假說 然後再求證 再找考古來求證 所以這是極數不一樣 下一張 Historical document 歷史文獻屬於V級的 下一張 archive就只是收資料 它不做任何的 沒有方向性的 下一張 這是什麼 你們都有上網 這不是我編的 《國家地理雜誌》你們知道嗎 蠻有 大家都知道一個地方 他們蠻有錢 他們做一個案子 最近Dr. Spencer 就是計畫的主持人 他叫做Geno Graphic Project 就是讓人 在傳遞後代的時候 你的DNA會複製 duplicate 會copy一份給你的下一代 但是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誤差 通常會有誤差一點點 那繼續帶著你的後代出去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是誰的 那沒辦法騙人 了解了嗎 所以他們就用這種的技術 對全世界70萬個樣本 70萬的樣本 sampling 抽樣 最後就把所有人類的遷徙圖 人對哪裡走到哪裡 那個哪裡歪出來 這是科學證據 所以所有人類對都要來 我們人對都要來 看這度看得出來 你們看不出來嗎 這有箭頭 最後人從哪裡來 所有的縣 非洲 看到嗎 非洲的東部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 從非洲這個地方出來 六萬年前 六七萬年前 OK 然後慢慢 你們在座各位 比較有興趣 台灣人對哪裡來 對吧 來 我們看這支 M174 對對不對 非洲起來 走一下 非洲南部 中東南部 北非 一來印度 走到馬來半島 馬來西亞一年 再來台灣 再去日本 四萬年前到台灣 三萬年前到日本 韓國 再去中 所謂的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 這裏有多少人 有印度北方走來 M135 M122 有歐洲來的 有蒙古來的 那些人造在 所謂的中原地區 所以四人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是不是 很清楚的圖 就這麼多人 跟中國人 中國人很小 韓國人說 我是你祖先 不好意思 證據在這裡 韓國過去的 所以韓國人 是中國人的祖先 OK 日本人又是韓國人祖先 台灣人又是一本人祖先 馬來西亞 馬來人 印尼人又是我們祖先 印度又再來 回來的 韓國是我們祖先 可以看嗎 我們四萬年前 台灣人已經到這裡 在這個 島上生土 沒有在外面 因為以前的技術 沒有人走在那裡 跟人們走 偶爾會有一點點人 那不成比例 大部分人 是在這個島上生土 是到最近幾個 四季造廣 開始探索台灣 所以五三組人 都要很開心 很驕傲 你們上面的肺 是很純的 很純的一個血統 在這邊 M174的後代 又是你們中國人的祖先 所以誰數點望族 你們中國人數點望族 你去拜中國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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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拜中國人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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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祖在這裡幾萬年 四萬年前到這尊 你說的議員 也不是我們的議員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 一頓人 白帽子跟五三組人 自以為是客家人 他說客人 就像自己客人 不是啦 說服務員 說專家人 就說自己專家人 自以為是 所以客家人 敏克卸鬥 不好意思 你中國在燒台的事情 帶來台灣做什麼 我們結果都是 平坡做的人 在燒爬 不就說 說到有春 是不是 你是平埔如到高砂族的後代 在這裡生團 你根本根本不根本 那是因為 我剛才說 大清帝國一拜 就是語言 姓氏 給你套上來 射生給你 古刷子怎麼有什麼 性高 什麼什麼 真的 沒有啊 那不是 那都是中國人 給你射 所以我們最近的 古刷子都是回到 我們之前 以前的姓氏 你不要再給我拿走 一樣 平坡做的 是用漢話的人 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會 抽出來就好 這是科學證據 我說這是A級證據 照出來之後 所有事情就清清楚楚了 OK 所以這個教授說一句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哪裡 血液裡面的DNA裡面 那個抽出來的 沒有什麼話好講 那叫做A級證據 OK 現在會看了嗎 現在知道你是誰 痛而情臭 下一張 還有時間點 六萬年前 從這裡開始疼 走的時間 五萬四萬三萬 所以日本 北方 有很多樂器跟智利 七里 南美洲樂器一樣 很簡單 從這裡看就知道 一走來買 走到南美洲 智利 所以日本 有些跟南美洲人 很熟 是啊 就是這樣走的 那條路線是這樣走的 給我看 下一張 你看 你一槌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你就叫星期五好了 你們誰知道什麼叫星期五 拜五 有沒有看過這個故事 叫做魯賓孫漂流記 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有些人不知道 我簡單的講 就是以前有一個白人 坐著 走著一個船難 紅印就大船 傳染 傳染之後 一人生存 走在島上面 村的東西 去一間房子 住幾個月後 當地有一個黑人 走來 他說 你是誰 就開始跟他對話 最後給他取名字 說 我禮拜五碰到你 所以你就叫星期五好了 你覺得很好笑 是誰就要給誰給名字 這叫做白人觀點 你落難 走來這個島 我這裡生存幾個萬年 所以你給我給名字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叫白人觀點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嗎 好笑嘛 老闆在島上就有人了 是不是 台灣本地名叫台灣 母親的名叫台灣 是不是 不是嘛 母親叫什麼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佛摩莎嗎 不是 那是葡萄人給我們取的 本來沒名 我們本地沒名 因為你在一個島上 自給自足 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我請問你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他是白人給他取 叫印第安人 他就不跟外界接觸 他為什麼要給這個地方取名字 說得不好就是這樣 知道嗎 沒有名字 現在覺得佛摩莎這個名字 不可以拿來用 知道嗎 是這個理由 那你要搞清楚台灣是怎麼來 對都要來 為什麼有今天 這個沒搞清楚 春天都不用說 過去他買給你知道 好 下一張 毛利人來台東 想他們會怕一個 說他們有傳家寶 因為傳家寶 你居然跟我們這裡的美術館 原住民高沙族的美術館 裡面放什麼 很簡單 我們A級證據就告訴你 你是從我們這邊去的 當然你會看到你祖先的東西 在這裡出現 正常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什麼 考主學家歷史學家認為 他們是從這邊地區的來源 甚至什麼 他發現台灣的原住民 你也很接近 不用說很接近 就從這裡出去了 就是了 下一張 好 再下一張 你看 這又是證據 《國家地理雜誌》 在1920年的封面 上面加什麼 FORMOSA的Beautiful FORMOSA 還有叫台灣 沒有啊 這是什麼 紐約那時候 米里到炸台灣 你過去都看畫面的照片 我給你看上面 飛機上面互相照的照片 炸炸的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幾層噸的炸藥給福爾摩沙島 都是這些藝術 紐約 1920年的時候 1920年的時候 30年的時候 沒有沒有 二戰快結束的時候 轟炸的時候的新聞 下一個 這是什麼 歷史文獻 San Francisco條約 現在講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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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澎湖 Formosa是台灣 有沒有用台灣的名字 沒有啊 Formosa Pescadores是什麼 不是平和 叫做Pescadores OK 下一張 說到這個 你們怎麼知道自己存在 我們主持人 拿出的時候 怎麼知道 我這個人存在 透過什麼 透過老母 對不對 你第一次接觸 嬰兒一孫才就會肚子餓 是怎麼樣 媽媽餵奶 對不對 你接觸到媽媽幫你餵奶 肚子餓 好 媽媽幫你餵奶 不開心 好 還是會痛 好 媽媽幫你照 對不對 你又慢慢知道 我很重要 爸爸媽媽會照顧我 慢慢長大 你就探索是時候 兄弟姐妹來了 老爸幫你扔 親身朋友幫你扔 你慢慢建構自己的什麼 存在感 我這個人存在很重要 對不對 你知道存在感的意思嗎 我這個人存在的 會感覺 存在感很重要 存在感很重要 小時候如果建構得好 怎麼樣 就有自信 有自信 有自信的人 學習能力就強 學習能力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就有競爭力 對不對 有競爭力以後就變有用的人 對這個社會有 如果顛倒過來怎麼辦 顛倒過來說 顛倒腰 啪啪 叫我閃嘴巴 顛倒腰的時候叫我 夾嘴巴 後那時候叫我 修理 就什麼 嚇死了對不對 這是什麼狀況 嬰兒會傻眼 慢慢他就不自信了 我過去有去醫學院裡面 照顧你們 每次我就辦一個遊戲 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 結果就有幾個小朋友 就躺在嘴巴裡賣的 不可以走出來 只能把鼓掌也賣的 他沒有賣的 嘴巴就吃東西 吃糖果 結果才知道 這競爭的都是 那幾個都受虐兒 自小孩在家裡賣的 競爭的 大小孩 都沒有存在感 所以 正常功能都有 但是唯一的就是 不希望人家知道它存在 就米嘴巴裡賣的 對 受虐兒 台灣人也是受虐兒 你知道嗎 當你把別人說 我是台灣人 扁一扁 你中國人 我台灣人 你不是台灣人 你是中國人 這就是過期我們的教友 那不是 你說台灣人會幫你罵 幫你掛牌 幫你發錢 說你是中國人 叫你做兵 說我是中華民國人 那不是 叫你去背 扣錢給你扣 我們年輕人 現在還在送這種教育 禮拜天 不是每個禮拜 升旗典禮 就跟你說你是中國人 叫你拜爺總統和國父 那不是 我們台灣人說受虐兒 不敢說出自己自己真正的名字 那是靈體 那不是 你自己的名字怎麼怎麼怎麼說 我說 十幾年前 連台灣這兩字都不敢說 那是阿扁做總統的 都不敢說 進行連台灣這兩個字都不能講 你一講台灣人就給你調查 說你有台獨思想 那不是 怎麼叫人靈體 我們這個自己選的 我們自己選的嗎 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戰敗 我們日本人 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戰敗 戰敗就人家叫辦狗 那不是 所以你才有金子 那搞不清楚 狀況的人 還有很多人在樓口裡 我們就是要跟台灣人叫做 讓你切起來 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這有辦法 站起來 不然你繼續叫做奴隸 繼續當你的受虐兒 當一個不能生產的人 對不對 了解 哇 時間不夠 這少年還要害的一點是什麼 好 不是只有自己的名字叫不可以 叫白人的名字 這叫做鬼附身 你待會上課 待會要講的話 到後面講 什麼叫做鬼附身 中華民國會鬼 中華民國會鬼 西調的禁款是不是鬼 以及死掉的政權 不是鬼是什麼 對不對 他是不是死掉政權 中國鬼 所以你說我是中國人 你被鬼附身了 我說個故事 以前 在聖經時代 亞蘇 是神的兒子 一直到格拉森這個地方 是天然的石灰岩洞 到處有溝 那裡在康裡面 人世後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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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後來就變成一個天然的墳場 西郎坐什麼就坐 毛巫子坐 毛巫子坐就有鬼附身的事情 這個村子裡面剛好就有一個人 被鬼附身 很害怕 村民說這樣很麻煩 就整棄用體力這樣拔起來 結果他又空無有力 不用吃東西 又把鐵鏈沖上去 又跑到那個墳隊裡面 看到亞蘇來了 結果衝過來 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不夠了 你現在就來 難不只能叫我這邊就下地 亞蘇沒有跟他講什麼 他說 你叫什麼名字 結果他答不出來 他說我叫群 整棍的棍 自己的名字叫不出來是整體肥瘋 所以亞蘇說你對這個人身體出來 整個就走出來 走那個地獄兩千頭豬 就衝到海裡面就淹死 整個走之後這個人就脫起來 恢復理性 要知道自己是誰 把衣服穿起來 金利他走出來那時候 整個就要走 法律性的事情就是金利 法律出來 中國這個流氓政府的鬼就要走了 台灣現在出在台灣人身體 你應該講得出自己的名字 為什麼還有台灣人說不出來 我跟你講 有些台灣人是動機 他是扣去給貴虎心探夾的 所以在貴虎要走 黑虎也要給他的腳 不讓他走 不然他就沒辦法吃 對不對 明明起不來 沒辦法起動 還假設起動 就是這個人 那不是 黑虎也要保護中華民國 就是民進黨 跟國民黨裡面的本土牌 那不是 真的中國人要走 他很清楚 他知道這個不是的 所以他要回港 要回去了 是台灣人搞不清楚狀況 要扣他又賺錢 18%還是什麼 這人人 台灣人要撤起來 對不對 好 下一張 我剛才說到這個 我講 人越來越多越結越大 變成部落 部落 部落更大 變成小王國 對不對 因為你結越大 你比較有認真 對不對 部落跟部落結越大 又是什麼 國王變成什麼 變聯合國 不是 比較大的國家 United States 美麗中間合眾國 對不對 不然就是大英國協 這種大國家 你都不敢去打 那不是 大家有撐起來嗎 是嘛 戰爭的時候 很殘酷一件事 你想 我要給大家知道 戰爭 過去部落 把對方撐起來 拿著土地 拿著水館 把你的人都撐死 對不對 怕說你一天給我換 但是久了你也不對 土地撐起來 也是有人去證明 難不成我還要派人去 整個這樣 你們更厲害 更有力 都給你撐死 對不對 村的老老夫 留在那邊 繼續跟我耕種 時間到我幫你撐著 撐著回來就好了 對不對 這就是殘酷的部落戰爭 大人過去就這樣 兩次都在抬著 村的老老夫 我們就在老的家 對不對 繼續去競走 每天上班下班 買東西 就是這樣 繳稅 那就是資 我給這個人叫什麼 資源回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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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太多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每天有工作做 每天可以有薪水囊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沒要管 我們既然就一個資源回收城市 就是香港 那不是 香港以前有他們國管 中國收到回來之後 江澤民說 馬照跑舞照跳 就是幫你做資源回收城市 你好好去賺錢 時間給你撐水回來就好了 這種人 現在中國開始叫他唱中國歌 國歌 要跳起來不開心 太慢了 現在收起來了 你就是中國人 你當然有講這個 跟他跳都走在哪裡 走在美國 英國去移民 加拿大 但是這個人 無關你走在哪裡 都是資源回收人 因為你的腦袋都是 資源回收人 就是哪一個國家都可以用的人 你都會去上班 都會去賺錢 但都會去繳稅 只有在座各位來家 你在情湊 你不是資源回收人 你知道自己是誰 有目的地去工作 為了保存M172後代去工作 了解齁 期間搞 來下一個 被抓到賊我的王子 在發現自己的身世以後 怎麼辦 先休息10分鐘 大家再講 下課休息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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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請盡量提早進教室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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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